好,這個火星的平均半徑是地球的0.5倍 那表面中力加速度大概0.4倍 那在火星表面上的脫離速率大概是地球上的幾倍 好,那我們就假想原本在火星的表面上時 我們有個動能2mv平方 那一開始在這邊動能比較大,位能比較小 那隨著我們離火星越來越遠,動能慢慢轉成位能 到最後到無限遠的地方時,位能等於0的時候 動能也剛好等於0了 那這種狀況下,這個2mv平方的V我們就把它叫做脫離速率 好,那因為從我們假裝是沒有阻力嘛 所以在表面到無限遠的地方這個過程,能量是守恆的 所以在表面時,位能加動能應該要等於在無限遠的地方的位能加動能 也就是這個位能加動能應該等於無限遠時的0加0 那我們就知道在表面時的2mv平方應該要等於這個半告等號右邊 那這樣就得到脫離速率應該是等於根號2gm除以R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說 對於一個星球來講,什麼東西會影響 從它表面的脫離速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根號半徑跟質量有關嘛 跟質量開剛好成正比,跟星球半徑開剛好成反比 不過這題題目它沒有給我們質量跟... 它不是給我們質量,它給我們是重力加速度 好,那地表的重力加速度就是地表的重力造成加速嘛 所以就是重力除以質量,f的ma 那f的話是距離平方分gm 在地表的地方距離就是星球半徑 所以r平方是用大r 那m跟m消掉就得到g就是r平方分gm了 那我們剛脫離速率沒有r平方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就湊一個r給它 那湊一個記得再乘一個,這樣就合法了 就這樣乘以1還是等號還成立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把g抽進來 就得到說脫離速率跟星球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乘上那個星球半徑開剛好成正比啦 所以對於一個半徑是地球0.5倍 然後重力加速度0.4倍東西 它的脫離速率就要是 根號裡面半徑是0.5倍,所以0.5 重力加速0.4倍0.4倍,相乘就是5分之1開剛好 所以就是根號5分之1倍 所以要有一點,重力加速度 回到約半個月 兩下一次是0.5倍的重力加速度 對於1個月來,半個月